冬天到晚您最想吃什么来预寒呢 现在有超商推出了现烤地瓜 而且希望这个地瓜一年卖出600万条 能创造出上亿的业绩 拨开来热腾腾的地瓜还散发出阵阵热气 冷冷的冬天如果能吃到现烤地瓜 真的很满足 想品尝传统美味不用担心买不到 因为超商现在就有在卖 他是说价是25元 现烤地瓜趁重卖 价格从15块到30块不得 生地瓜烤15到30分钟就能出炉 再以黑云时保温 寒冷的冬天我觉得吃起来会有温暖的感觉 一年大概可以买600万条的 我们预估的话一年大概能够来 在上亿元的业绩 不止烤地瓜超商还一连串推出地瓜粥 地瓜泡芙 地瓜面包 还有姜汁地瓜 也有超商虾马冬天一向卖得下下叫的关东煮 加入走烧烤风的新菜色 像是烧烤豆腐 大阪章鱼烧和飞鱼软福袋 连汤头也换季了 原本是像煎鱼 昆布的一个汤头 改成比较浓郁 用豚骨 或者是鸡骨熬汤的一个方式 冬天到了 民众食欲大开 想进入东商机 超商间的热食PK大战就此开打